彭斯,中共无视国际规范美国不在视而不见,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中共过去几年来,经常无视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美国不会再对此视而不见他强调美国继续致力于异度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开放,以及公平对等的经贸关系。 美国副总统彭斯,1月16号在美国国务院举办的驻外使节会议Global Chiefs of Mission Conference上发表讲话,他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中共他说,中共利用债务外交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来扩大其影响力,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咄咄逼人。 他指责中共一旦无视国际规范,并强调,美国不会再听之认知他说事实事。 最近几年中共太多次表现出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维系世界安全和繁荣的法律和规范的无视。 美国不可以再对此视而不见,彭斯在演讲中再次强调,美国将继续支持自由开放的硬态,支持全球海域的航行自由, 让所有国家都能享受航行自由和开放的贸易。 彭斯说,美国需要与中国改善关系,但是中国需要改变不公平贸易行为做出结构性改革。 彭斯说,我们已经与中共警告他说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尤其是针对北京试图占据优势的那些尖端产业。 并且明确表明,如果中国没有做出改变,并达成对美中双方都有力的协议美国就会实施更多关税措施。 不过彭斯说,他对贸易谈判,仍然充满希望。 他说,我们仍充满希望对中国会回到谈判桌前,充满希望在我们谈话的同时。 谈判仍在进行中相信,中国会回到谈判桌前,并最终加入一个公平对等的贸易关系中。 彭斯还提到美国将继续捍卫宗教自由他,特别提到了被中共当局迫害的穆斯林和藏人。 彭斯副总统在演讲中说,国际环境已经改变美国,不再如国序一样,只面临苏联这一个对手。 而是要面对包括中共在内的数个大国对手还有伊斯兰国和伊朗等流氓政权Rug States,以及古巴和委内瑞拉等独裁国家。 他说,这些国家虽然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目标将他们联合起来,但是他们试图颠覆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维护的国际秩序。 彭斯说美国会迎接这些挑战。 他在谈到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时候说,美国将以实力促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 他说特朗普政府在防务上的投入,是里根政府以来最多的。 目的是让美国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彭斯在演讲最后说,他希望在座的美国外交官,向外界传递这个信息美国回来了。 我们重回世界舞台,推动美国的利益,我们重回世界舞台。 与全世界与我们有共同理念和原则的国家,建立更强大的关系。 我们会一直留在这里。 我们必须民态定的消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